你,吃过蘑菇吗?你,害怕蘑菇吗? 大雨不断的下日,所有人都收到了政府发来的红色警告,立刻,远离你家里的蘑菇? 我从末日病毒里死里逃生,后来娶妻生子,但每每看见军类食物就生理性呕吐,噩梦连连。 妻子在内自人祸里丧失记忆,总是拿着一个女人的照片问我,旭哥,这是谁? 这一切,还得从新华国24年夏天,全国连绵了将近三个月的大雨开始讲起。 连日强降雨,屹立了600年的历史古城,发生坍塌。 稍微瘦弱一点的女孩子,上班路上,对连伞,但人吹了暴雨中,消失不见。 政府发布橙色预警,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躺平在家不出门。 抖抖小视频,发起了一场晒晒自家小角落的打卡活动。 苦中作乐的网友们,纷纷晒出自家水帘洞一样的天花板,发霉恶心的内裤,会自由泳的大蟑螂。 但高赞首位的,是一个,挨定名娇羞小金刚的男网友。 他晒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内容。 大家看,这就是我家老柜子里长出来的巨型蘑菇。 红色的,特别漂亮。 视频里一个身高体壮的男网友,用手比了比和他一般高大的红色蘑菇, 异常兴奋地问,哪位老表熟悉蘑菇品种? 帮我看看,这玩意儿能吃吗? 视频下留言的网友说,啥的都有。 我也捧着手机留言,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 主播打120前尝一尝,说不定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可能窜多他尝尝的人太多。 娇羞小金刚便和网友打赌,视频点赞破10个W, 他就直播吃衣柜里的巨型红蘑菇。 网友猎奇,他想捞金。 视频浏览量和点赞量直线飙升,当晚就破了50个W。 就这样,万众期待下,一场透露着诡异的直播开始了。 周五八点,直播开始。 小金刚先为大家展示了一下家里的居住环境,干净整洁, 显然是有人经常打扫。 这样干净的环境,就算在潮湿,会长出菌类吗? 弹幕有许多人,开始和我一样, 小金刚为了捞筋作戏。 可我很快发现了,不对劲。 本来约定好,礼物刷过万材直播开吃的小金刚, 一接近衣柜里的蘑菇,便像喝醉了一般,面色潮红, 激动道,直播间的家人们,太香了,你们闻不到, 这蘑菇太香了。 味道和我最爱的毛氏红烧肉,简直一个味儿。 说吧,小金刚拽起衣柜里较小的蘑菇, 竟一把声吞了下去,味道也像肉。 普遍爱吃熟食的网友们,更炸了。 有的怀疑,假蘑菇是面试做的, 有的担心,吃了不熟的菌类容易中毒。 而小金刚则满不在乎地坐在屏幕前, 开始跟网友畅聊他的养殖大业。 这蘑菇这么香,真养殖上市,我肯定就发财了。 而且它繁殖极快,网友们你们看, 这么快就长成新一批了。 说吧,小金刚抬起胳膊,从自己肘腕处, 把下一株小小的红色蘑菇,再次生吞起来。 不对啊,人的皮肤上怎么可能长出蘑菇? 看到这儿,我满身鸡皮疙瘩。 可是,小金刚便如疯了一般, 开始拼命撕拽身上的红蘑菇, 遗留下的伤口处,躺着绿色的溪水。 主播,你有没有下线?太恶心了。 没人料到,一场吃播竟是这样的疯癫走向。 直播间很快被官方封禁, 就在有些猎奇网友,还在全网搜索吃蘑菇后续时。 第二日,娇羞小金刚就再次登榜全网热搜。 因为小金刚,死了。 官方没有透露小金刚的死因。 但朋友圈和私人群聊里, 却留出一张诡异的照片。 小金刚和一个女人, 诡异地倒在自家地板上, 全身长满了红色蘑菇, 身下是幽绿泛光的液体。 照片不知真假, 但小金刚是真死了。 就在我后怕, 自己也是鼓动小金刚吃蘑菇的一员时, 警察找上了我。 坐在审讯室,我态度超好。 警察同志,我认错。 我当时就是隋大刘起哄, 真没想着会闹出人命啊。 警察微微一笑, 你也知道,瞎起哄闹出人命得负责呀。 下次还敢吗? 我一脸羞愧,不敢了不敢了,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大呀。 警察训了我几句,话锋一转, 醒了行了, 我们今天可不是为了网上起哄找你的。 罗琳你认识吗? 有人报案,她失踪了。 罗琳是我前女友。 一说起她失踪, 我有些着急。 不可能啊, 玲玲她平时就实验室寝室两点一线, 很少去其他地方。 她为什么会失踪? 什么时候失踪的? 你们警察没多找找。 警察面色不渝地敲了敲桌子, 现在是我们问你。 我缩了缩脖子, 心乱如麻。 警察继续道, 罗琳的日常用品里除了实验数据, 就只有一本全是你的日记, 含蓄。 所以我们再问一遍, 你最后一次见到罗琳, 是什么时候? 我最后一次见罗琳, 是半个多月前。 也是一个雨天, 我去X大学找她, 却亲眼见她, 跟一个男人举止亲密地上一辆豪车。 所以回来后, 我就用手机跟她提了分手。 罗琳简单回复后, 我们便没有再联系。 女友背叛, 你不生气? 不愤怒, 警察拨弄着我的手机, 查看聊天记录。 我苦笑一声, 有什么好生气的, 是我配不上她。 一个博士生和一个工地小工, 根本不是一路人。 如果不是我无意间救了罗琳, 她也不会因为感激, 和我在一起。 人家也许, 根本就不喜欢我。 警察问不出什么, 很快就放我回家。 一想到我自己的出租屋里, 也因为这连绵不绝的大雨, 阴暗, 发霉。 我就觉得烦躁。 等我慢悠悠走回去, 出租屋门口的大大的快递箱, 已经被雨水打湿了大半。 快递单上, 寄件人两个字的姓名已经模糊。 罗琳。 我第一反应是报警, 可是打开箱子, 里面是压缩饼干和能量棒之类的干性食物, 和一两瓶水。 为什么给我寄这个? 挨着出租屋, 远处的工地上, 有人冒着鱼, 歪着脑袋蹭蹭跳跳地过来。 我以为是哪个孩子, 带人走近, 一看居然是刘叔。 他浑身上下长满了红色的蘑菇, 甚至脚底踩着它们, 走路并不平稳。 刘叔嘴里喃喃道, 日透, 日透。 走着走着, 竟直直向我冲来。 小旭, 日透。 太恶心了, 这明显就和小金刚一样, 不是正常人。 来不及多想, 我搬起快递箱窜回出租屋。 啪的一声, 狠狠关上门。 透过窗户, 我看见工地有人举着伞, 出来与刘叔打招呼。 但才说了两句话, 烂人就像被传染了风病一般, 也扔了伞, 开始说胡话。 鲜红的蘑菇, 从人脚底长出, 到小腿, 腹部, 大臂, 头部。 风魔的人类, 看起来好像没有攻击性, 只是陷入某种癫狂幻觉。 但肉眼可见, 蘑菇伸出菌丝, 十分饥渴地吞噬着人的身体。 直到刘叔拔下脑门上的蘑菇, 塞入嘴中。 他笑了。 出日头了, 有希望了。 说完, 刘叔的身体轰然倒下。 身体中缓缓流出绿色的诡异液体, 顺着雨水染成一片。 另一个人置若网纹, 还在雨里吃蘑菇。 太快了。 被感染后, 发病的过程太快了。 我害怕。 我想逃得越远越好, 却不敢出门。 害怕被剩余的那个人传染。 打开手机, 新闻头条和视频榜单 都被各种传染蘑菇的人占据。 有市中心众目睽睽下, 暴体而亡的。 有封人院等封闭场所, 无一幸免的。 整个社会都乱套了。 五分钟后, 我手机收到了政府发出的红色警告。 请民众服从组织, 前往特区避难。 另外立刻, 远离你家的蘑菇。 我们家没蘑菇。 我现在需要远离的, 是那些全身长满蘑菇的人。 这种情况我根本不敢去超市豚物资。 谁知道, 他们生鲜蔬菜区的菌类, 会不会把蘑菇病毒传染给人。 我快速地收拾了几件衣物用品, 往包里塞压缩饼干时, 脑中一闪。 罗灵失踪难道和这件事有关? 他为什么给我寄食物? 他不会再提醒我, 待在家里吧。 我想起平时刷到的末日文, 居家躺平流才会囤积大量食物。 异能逃亡流一般都是刷怪强吃的。 就在我犹豫是走势流时, 有人敲响了我的窗户。 小旭哥, 小旭哥, 穿着紧身短袖, 头发染成金色, 是最近才来工地上的精神小妹, 周喜。 这姑娘平时泼辣嘴毒, 笑起来却有一对甜甜的酒窝, 她凭借几分美貌, 平日里和宫头打得火热。 她是瞧不起我的, 如今又来找我干什么? 我护好了包, 警惕地看向她, 你来干什么? 周喜隔着窗户, 站在外面大喊, 太好了, 小旭哥, 你在家呀, 你没收到短信吗? 街道上让咱跟着去什么安全区呢, 现在就是熟人站在面前, 你也不知道有没有被感染。 我不想冒这个险, 所以开口拒绝她, 你自己走吧, 我不想跟人一起。 可她不依不饶, 借着雨声剑大, 不断拍着门。 拍到最后, 我心烦意乱, 只能打开。 雨中的周喜, 红色的短袖一半被雨水打湿, 贴合身体曲线, 前吐后翘, 看得我老脸一红。 周喜见我开门, 根本不废话。 主动搂住我的腰, 打开雨伞就带我往外冲。 遇见留书时, 大老远就能闻到她身上的新臭味。 女孩子身上的心香, 让我放松了心态, 周喜一定是安全的。 但我很快就后悔, 带她一起了。 等我们到了特区, 上一班救援车已经开走。 只留下十几个经过检查的人, 原地等待。 周喜拉我往角落里走, 看左右没人, 居然理直气壮地冲我伸手。 小旭哥, 我饿了。 把你包里的食物分我点呗。 从小金刚直播到蘑菇病爆发, 时间不超过48小时。 在这种急切爆发的病毒世界里, 干净的食物和水最重要。 虽然我们马上要前往安全区, 可前路未知, 这些东西还是罗琳寄给我的。 你怎么知道我有食物? 这是最重要的。 周喜嘻嘻一笑, 我看见你在门口拆快递了。 别这么小气巴拉的, 一个大男人, 分我点吃的怎么了。 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找我同行了。 真是屎胡了脑子, 我才自以为烂桃花会掉头上。 就在我和周喜拉拉扯扯时, 心一般的救援车到了。 为了摆脱周喜, 我扔给他一根能量棒, 就扭头往救援车跑去。 救援车一次可以合在50个人。 我速度快, 也压不住前往安全区的人多。 好不容易站了个靠后的座位, 一回头, 周喜也跟着坐在了我身后。 真是阴魂不散的女人, 怎么一直跟着我? 说起跟在我身后的女人, 周喜不是第一个。 我想起第一次遇见罗琳, 是当初在工地的青纱帐意外救下她。 每个工地都有管不住裤腰带的烂货。 平时我也不是烂好人, 可那天就因为罗琳被拉走前看我那一眼, 一见钟情。 我当时鬼伤身斑, 挥起拳头就吓她。 那晚, 我为了安慰惊吓痛哭的罗琳, 在大马路上陪她蹲了一个多小时, 脚都没了。 后来为了送她回学校, 又为了避险。 我前面走, 罗琳后面跟。 当时无语, 现在想起来心里就跟抹了蜜似的。 感情最好的时候, 罗琳跟我说, 小旭, 看着你的背影往前走, 特别有安全感。 安全感。 我回头, 就见周喜偷偷抹离把嘴上的饼干残渣, 还冲我笑。 对, 这死丫头跟着我也有安全感。 毕竟在她眼里, 我和移动的食物库差不多。 这场蘑菇病毒来势汹汹, 全国各地无意幸免。 好在咱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好, 国家应对这种事情也有了经验, 水电设施没有瘫痪, 我已经可以从手机上获取信息。 雨, 越下越大。 我给罗琳发了许多微信, 都没有回复。 就在我心烦意乱时,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啊, 红蘑菇, 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尖叫。 救援车开始失控, 在无人的街道上横冲直撞。 坐在前面的人纷纷起身, 开始东倒西歪地往后门涌。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开门! 快开门! 用安全锤, 逃啊, 快逃! 随着救援大巴撞向街边大树停下, 我才堪堪抬头。 只见司机已经被感染, 身体上的蘑菇开始止不住地往外冒。 卧槽。 我一把脱下衬衣, 蒙住口鼻。 恐惧的情绪瞬间蔓延整个密闭车间。 完了, 以蘑菇病毒传染的速度, 这车人都要完蛋。 在死亡面前, 没有一个人脑子是冷静的。 每个人都在尽量远离感染的司机, 哪怕有人呼喊着, 停下。 停下? 踩着我家孩子了。 依然阻止不了脑袋狂热, 即将癫狂的人, 挤成一团。 终于! 有人用安全锤打开一个口子。 所有人借着这个口子, 逃往车外。 旭哥, 等等我, 等等我。 周喜泪眼汪汪, 死命扯着我的衣角。 我也无嫌顾他, 与其这时思考要不要带上一个雷坠, 不如全力与死亡赛跑。 逃离了救援车, 我也没有停。 回头看, 已经有人并发, 在大雨中倒下。 身后, 有个小男孩眼睁睁看着母亲感染, 撕扯, 倒下, 他手足无措地坐在路边, 嚎啕大哭。 周喜顿时就心软了, 旭哥, 那个孩子。 我来不及多想, 一手抓紧了包, 一手抓紧他的手腕, 冷声道, 这时候, 又穷又善良的人死得最快。 想活, 就跑快点。 鬼知道, 这红蘑菇病毒能传多快。 冒着大雨, 我一直跑, 一直跑, 直到闻到口腔里的铁锈味。 眼前一黑, 失去知觉。 直到眼前黑暗被滴答滴答的雨滴声驱散。 我睁开眼, 发现自己躺在一家五金店里的地板上。 周喜坐在我旁边, 一边点手机充电, 一边小口小口喝着水。 那水是罗琳给我寄的。 我渴了, 我恶狠狠道。 周喜立刻把水递过来, 你喝你喝, 不过别喝完了呀。 我一把夺过水壶, 这是我的水。 周喜撇撇嘴, 早知道趁你昏迷, 我直接拿着你的包跑路, 看你醒了怎么办。 怎么办, 追上你, 伴你。 女人就是心软, 周喜完全有能力扔下我跑, 可她还是连拖带拉, 把我弄进了街边没关门的五金店。 我也只是过过嘴瘾, 根本没想歪。 谁知这妮子, 才是不正经。 她小脸一红, 居然撩了撩头发, 我就知道, 凭我的姿色, 就算是世界末日, 也饿不死。 说得我一梗, 想吓唬吓唬她, 又没张开嘴, 只好拿出手机来看最新消息。 果然, 所在的N10安全区已经被感染。 国家级别的专家公布了病毒最新研究方向, 并安抚民众不忘恐慌。 红蘑菇通过包子传播, 以人体为环境, 迅速长出菌丝, 劣质后吸收五脏养分, 致人死亡。 人体感染后, 初期会出现幻觉, 表现为异常兴奋和癫狂。 因包子风水传播范围有限, 大家只需要远离传染者, 蘑菇和红色粉末即可。 疫苗已在研究, 将很快面试, 请大家前往安全区静候佳音。 说了半天, 也没说出这玩意儿怎么治。 发病快, 死亡率极高, 我怀疑短时间内, 专家也拿这玩意儿束手无策。 网络上一些蘑菇养殖户, 反而做起了科普视频。 什么杀菌剂, 菌丝芽浓度盐水, 除了第一个可以加速人死亡, 其他的都用处不大。 周喜到底是个女孩子, 她拉了拉我的衣角。 旭哥,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普通人能怎么办? 我自嘲笑笑, 我本来还有希望, 能躲在出租屋里熬过一段时间。 现在都被你拉出来了, 只能跟着政府要求走。 你也别太担心, 安全区肯定有没被感染的食物和水。 我们恩氏的安全区虽然已经沦陷。 但还好, 真菌包子不会漂到外太空去, 完全不影响国家的北斗, 我们只要根据导航前往下一个安全区就行。 就是我们两个穷打工的, 连个交通工具都没有, 得冒着大雨徒步。 周喜这位祖宗, 用偷来的大雨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这么闷热的雨天, 才走了几公里就让人的腿疼, 脚疼。 那怎么办? 我真想丢下这位祖宗。 谁知道这货居然异响天开, 旭哥, 要不然咱打劫一辆车吧。 我含蓄活了二十几年, 虽然穷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 但从没干过啥违法乱纪的事。 打劫? 亏周喜这位祖宗想得出来。 可又往前走了几公里, 我就改变了想法。 一辆豪车停在路边, 前后剧烈的摇晃, 还有不小的声响。 周喜一看就没少听墙角, 他贼兮兮道, 旭哥, 就这对野鸳鸯吧, 我还没坐过这么贵的车呢。 对, 这种扎眼的豪车, 估计全恩市都没有第二辆。 而我, 亲眼见过罗琳, 上了这辆车。 看我面色不对, 周喜撇了撇嘴, 咋, 旭哥, 这车上是你前女友。 我懒得理他, 敲了敲车窗, 打断了这对半舍的野鸳鸯。 对着自己每天梦里都嫉妒的小白脸, 直接就是一扳手。 卧槽, 你活得不耐烦了, 哎呦, 哎, 不是, 大哥, 我跟你有仇吗? 没仇, 这小白脸只是抢走了我最爱的人, 才半个月就甩了他。 我不服, 为罗琳, 为我自己。 小白脸估计整天花天酒地, 早就虚了, 几次想还手, 都又被我揍翻在地。 我是你前女友他前男友, 揍你就是看你不顺眼。 小白脸坐在地上, 抹了一把鼻血, 说出的话气的人半死, 我哪个前女友啊? 梦梦? 小韩, 咦咦咦咦, 大哥你说清楚点, 人太多了。 我,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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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骂出了有史以来最脏的脏话, 直到平复了些许心情, 我提醒到, 罗琳, 半月前, X大二世堂门口, 小白脸一时脸色难看, 那个女博士, 我也没得手啊, 不过是看她好玩, 把她拉上车摸了两把, 当天看她导视面子上, 我就把她放了, 大哥, 都猴你马月的事了, 你现在来找场子。 小白脸的话, 雷一般炸得我耳鸣, 那日的是, 那日的场景一遍遍在我心里回放, 罗琳哪里是和小白脸举止亲密, 她是被硬拽上车的, 我女朋友被人欺负, 我做了什么? 我没有阻止, 他妈还跟她说分手, 别打了, 旭哥, 别打了, 含蓄, 含蓄, 再打她就死了, 周喜一耳光, 给我打回现实, 你打死这小白脸算什么本事, 自己整天耍阴郁, 自卑那一套, 辜负了别人, 是你自己人渣, 你要是真后悔, 就回去找她, 是生是死, 都跟她在一起, 对, 无论如何, 我都该跟罗琳在一起, 小白脸也是X大的学生, 从她嘴中得知, 罗琳导师应该是最后一个见过罗琳的人, 她还是一家生物制药的高层, 罗琳从小父母双亡, 她导师算她关系较好的长辈, 我直觉不对, 从小白脸口中问出了导师的住址和公司地址, 直接拨通了电话, 喂, 是张警官吗? 我是含蓄, 罗琳失踪的是我要提供线索, 你们一定重视, 我怀疑她导师和这次蘑菇病毒有关, 放走了和小白脸一起的也鸳鸯, 我抓起这个人渣, 就上了车, 谁知周席又跟了上来, 这次我没有了好脾气, 你下去, 不是给你留了食物吗? 周席已经在附加系好了安全带, 我不下, 这车我先看上的, 你准备去拿? 我急得吼她, 我准备去死, 那我也去, 我总有一天得被她逼疯, 冒着大雨, 车开得很快, 街边路过两个边唱歌边拔蘑菇的病人, 我直接把小白脸推了下去, 死亡率如此高的恐怖病毒下, 剩余的人不是居家躲着, 就是早早去了安全区, 无人的街道, 完全不影响我开着豪车, 一路超速向前, 周洗心最大, 一直吃吃吃, 可惜我还是晚了一步, 等我赶到生物制药公司, 警察已经到了许久, 他们在实验室里, 的确找到了属于罗林笔记的手写公式, 和一堆大大小小军类的研究器皿, 真是罗林研究了病毒, 造成了这么多人的死亡, 我不信, 我的姑娘就像一本安静内秀的书, 散发着文静的墨香, 虽然不太喜欢别人翻阅, 但她不是报复社会那种偏执人格, 周洗在旁边跟警察做笔录, 喋喋不休, 特别吵, 警察们一个个穿得跟个太空人似的, 全身无死脚都在预防接触包子病毒, 你的意思是说, 你和韩旭没有任何防护, 从出事的N3068救援车上下来, 又一路到了这里, 身体没有变化, 心情呢, 有没有特别兴奋, 警察一个个惊讶地围了上来, 我不自觉地握紧手中的包, 我的傻玲玲都被我分手了, 还把最后的希望给了我, 安全区终于到了, 这里每一个人都裹得像只粽子一样, 连呼吸都背着特定的器官, 还有人有心情下围棋, 跳广场舞, 但我知道, 人不可能一直这样活着, 周洗跟在我身边, 俨然一副以我为主的模样, 这里的人给我们大大小小检查了一通, 没给我俩护具, 就给了我俩两张临近的床位, 呼终于不用淋雨走了, 周洗大啦啦往床上一躺, 露出洁白的腰枝, 引来了很多目光, 我提醒他, 咱俩本来就特殊, 你含蓄点, 别惹事, 末日高压下, 谁知道面具背后是人是鬼, 周洗重新做起, 小声道, 旭哥, 刚才他们让签人体协助实验, 你签了吗? 我摇头, 没有, 我害怕他们为了全人类把我抽干, 啊, 你没签啊, 周洗顿了顿, 又笑了, 那说不定, 我就是唯一解救人类的女英雄了, 没许权, 没许钱, 这人居然主动把自己卖了, 我发了个白眼, 乱世先杀圣母, 说的都是你这种, 周洗翻出手机, 连上安全区的WiFi就开始打游戏, 才打了两把, 嘴又馋了, 哥, 你包呢? 我想吃点饼干, 我翻了个身, 不想看他, 我是胜负, 把包捐了, 我以为他会嘲笑我, 谁知某人嘿嘿一笑, 圣母配胜负, 有点登对诶, 周洗这丫头可能有点喜欢我, 但我现在只一心想找到罗琳, 罗琳跟我提过, 他父母早亡, 一直跟着重男轻女的爷爷奶奶生活, 老年人兼顾不到什么, 罗琳在小时候经常被人欺负, 甚至被远房堂兄伤害过, 还好他足够争气, 靠着自己的努力才挣出一条血路, 本科生, 研究生, 博士生, 可惜, 成年人的世界并不像上学时那样, 足够努力就可以, 罗琳和我在一起, 就像两个冰死的人抱团取暖, 几条件, 配不上他, 他却觉得只有我能给他安全感, 永远也不会抛下他, 我不敢想, 他当初被那该死的小白脸纠缠欺负十有多无助, 又是在什么心情下, 看见分手两个字, 还不哭不闹地回了个好, 在安全区的日子, 重复又平淡, 他们拿走了我的背包, 又在周洗我们两个人的血液里, 检查出了红蘑菇真菌的抗原, 很快, 我国率先研制疫苗成功, 虽然无法百分百还原, 我和周洗这种完全不受感染的效果, 但就像是加了护盾和减伤, 普通人感染后也不会死亡, 红蘑菇依然会在人体的皮肤表面生长, 但可以达到共生效果, 疫苗人体实验成功那天, 周洗洗击而泣, 旭哥, 太好了, 我好有成就感, 啊, 成就感又买不到京都豪宅, 一片形势大好下, 为了彻底消灭这种真菌, 还人民自由, 国家出台了高温强光方案, 开始人工干扰天气, 全国连续下了大半年的雨, 终于停了, 刚开始, 人们都欢欣鼓舞, 周洗背了个老头马闸, 坐在安全区一个空旷的地方, 阳光洒在他脸上, 出奇地柔和动人, 还是阳光好, 我最喜欢阳光了, 我站在旁边阴凉处, 跟他闲聊, 小洗, 你父母双全, 没病没灾, 当初怎么会来到工地上呢? 死丫头显然很讨厌这个问题, 奴嘴不服, 我不爱学习呗, 在学校有个小黄毛追我, 我就跟他跑了, 没病没灾砸了, 我爸因为我是女孩子, 从小就埋态我, 一辈子也干不成一件大事, 但是你看, 我现在救了多少人, 话操理不操, 这个社会, 穷人各有各的烦恼, 今年前半年大雨连绵, 不是洪水就是病毒, 高温强光方案后, 各地又极度干旱, 许多骨河都出现了干涸, 更别提农作物, 极端天气下, 人能活着, 已经是许多人穷尽努力, 高温强光方案, 针对红蘑菇真菌, 效果立竿见影, 许多病人身上寄生的红蘑菇, 都萎缩, 掉落, 只剩下难看的疤痕, 周喜我俩作为这场灾难的幕后英雄, 也了解到一些内幕, 你是说, 全国病人消失, 有一个大致方向, 急切出任务的张龙, 装备整齐, 步履匆匆, 对, 现在已经锁定了S室的一个地方, 作为灵事, 领导要你和我们一起, 尽快支援, 我硬了声, 跟着所有特战人员一起前行, 周喜不知从哪个大跑出来, 在这个街铺沿问我, 旭哥, 你也要去吗? 万一这事真是罗琳干的, 你怎么办? 我想也没想, 直接回答, 随便, 反正我不会放过见罗琳的机会, 至于以后的事, 他坐牢我等他, 他枪毙我手挂, 我三两步爬上直升机, 周喜又跟了上来, 行, 不愧是我旭哥, 他已经系好安全带, 戴上防灶耳机, 我也想去看看, 自己的救命恩人, 消息能放给我和周喜, 证明特战人员已经盯上他们很久了, 张龙作为特战队长, 跟我多说了几句, 当初那家生物公司, 暗地里整体转移过来, 有线人提供线索, 说没见过罗琳, 但领导们觉得, 线人接触到的不一定是核心, 希望你过来凭借体内特殊抗原, 但我们查得更深, 不放过任何一个罪犯, 一声令下, 特战队行动迅速, 超先进电磁炮, 直接切断了附近所有电源, 虽然末日初期发生了一些骚乱, 但我国进枪已久, 周喜和我在逃亡路上, 从没见过恐怖武装, 所以在外围听到枪声, 我就意识到, 这里不简单, 等到战斗结束, 这座暗保的工作人员, 被一个个压出来, 我逐一辨认, 没有熟悉的身影, 张龙把我和周喜带进去, 想让我俩找到更深层的东西, 一进这里, 我就发现自己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好像要接近什么, 顺着感受, 我和周喜双双停在一面墙壁前, 应该就在这下面, 话音落, 迅速有其他特效人员, 带着超高温切割武器, 连墙壁带后面十寸厚的机械门, 切了个大洞, 所有人鱼灌而入, 我因为反应最强烈, 几乎走在最前面, 所以下过一层又一层的楼梯, 来到诡异的新实验空间, 也最先看到巨大器皿里的罗铃, 铃铃? 铃铃你醒醒, 面前的罗铃哪里还有正常人类的样子, 他浑身赤裸地泡在淡青色的绒叶中, 身上插着各种管子, 上半身全是红蘑菇真菌遗留的疤痕, 下半身已化为巨大的红色蘑菇散盖, 别接近他, 我震惊回首, 一起下来的特战队员手上又有红蘑菇快速生长, 没事的, 只有我和周喜, 周喜急嚷嚷, 张哥, 你们快出去, 张龙他们却端稳了武器, 一切已解决这里为先, 听见我们的声音, 器皿里的罗铃慢慢睁开了眼睛, 他直直地看向我, 没有怨, 没有恨, 眼睛还似从前那般温柔地发亮, 小旭, 你来了? 对不起, 把事情变成了这样, 真的对不起, 没有什么对不起, 是我辜负了他, 没保护好他, 思念和悔恨如滔天巨浪, 淹没我的心口, 我心痛得难以呼吸, 我拼命地道歉, 是我对不起, 淹淋, 我应该相信你的, 我不应该抛下你, 我没兑现承诺, 没给你想要的, 呜呜, 是我对不起, 他大概支撑到现在, 就是为了看我最后一眼,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原谅我, 我只看见罗铃开始用尽全力, 拔出自己身上的管子, 他要自毁, 他要自毁, 不要, 不要, 淹淋你再坚持一下, 周围的仪器再精密, 再厉害, 总不能刀枪不入吧, 我随手抓起什么, 用力砸向这些破机器, 破玻璃, 周围很快加入了我, 愣过来的张龙也在联系外围专家, 想解决办法, 就在我用尽全力, 把困住罗铃的器皿, 砸出一条裂缝, 却被人一把推开, 那人还吵我怒吼, 你要干什么, 你想害死他, 来人衣冠楚楚, 和周围我俩一样, 根本不畏惧罗铃强大的包子传染性, 可我懒得跟他废话, 待打破器皿, 我抱住已经没了动静的罗铃, 才朝着那人一脚踹去, 滚开, 别耽误我救他, 待在这里他才能活, 出去只能死, 淡青色的溶液破壁而出, 腥臭腐朽的味道, 熏得所有人都站不稳, 但眼前人却毫发无损, 一个劲儿地跟我抢人, 你就是罗铃的导师, 是你把他变成了这个鬼样子, 面前男人衣冠楚楚, 但脸上是骇人的癫狂, 他反驳道, 什么叫鬼样子, 这样多美, 罗铃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最爱的人, 他如今这样多好, 把自己研究的东西发扬光大, 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我都气笑了, 你放屁, 玲玲有半块面包, 都愿意分给流浪的小猫, 他爱这个世界, 你敢说他是自愿散播红蘑菇的, 女人嘛, 一般都是口是心非, 导师直直地看向我怀里的人, 我才是最爱他的人, 我帮他解决了童年欺负他的所有人, 我只是用了他的研究, 帮他解决了他不敢报复的人, 我才是最爱他的, 周喜听不下去, 在旁边吐槽, 爱他, 四十多岁, 老婆孩子都有了吧, 我懒得再和疯子一般见识, 张龙他们经过适应, 也恢复了战斗力, 两个特战人员, 直接朝那个禽兽扑过去, 但没想到, 那个禽兽早有准备, 他双手扶上柱子的红色按钮, 大吼道, 你们别过来, 你们也不想升级后的包子水淹没这个城市吧, 呵, 傻冒, 周喜绕后, 直接一大扳手给他干晕, 谢谢你啊, 给了本小姐族谱开篇的机会, 高温强光方案的实行, 红蘑菇之母的落网, 真军的研究者的实验数据, 都加速了这场末日浩劫的结束, 我没没想到, 当初自己是如何活下来, 如何多次死里逃生, 都忍不住感叹, 千万别小瞧女人, 生活慢慢恢复正常, 罗琳却没能完全康复, 她现在只有七天的记忆, 但这完全不影响我们结婚, 不影响博士大人工作, 不影响她吃飞醋, 当她再次拿出红衣女孩的照片, 质问我, 只爱她, 这个是咱们的女英雄,